这是一片燕窝 但是我早已震在里面了 这个是早上震的 大概三个钟到四个钟 是不是它比原来发的最少两倍 大家看很清楚的 那么要怎样制作呢 大家看清楚 首先把这个燕窝捞起来 先把燕窝捞出来 然后煮一锅滚滚的水 这个是滚水,我已经煮好了 烫 把它的那个 多少都是还有一点药水 虽然是说没有餐 不过我们以防万一烫烧水 烫滚滚的烧水 这个是最重要的 烫了过 再多一次 我本身每次是烫粮食 其实你们要烫一次都可以 我是要讲究卫生 我通常是可以烫粮食 然后这里 大家看我有准备 一个锅里面有水是吗 但是这个炖锅 如果是说你炖很多燕窝 你就必须拿比较大个的 好像那个 如果你炖多你就要用这个 因为今天我炖少 只是要告诉大家 所以我是放在小杯里面 先把燕窝捞进去 然后 亮个人自得喜爱 我本身是喜欢放一点香囊叶 几片 还有高绿叶 两片 有高绿叶 它比较不会含 因为高 这个燕窝是属于含性的甜品 如果肚子里面太冷的人 好像有胃痛这些的人 最好是穿一点高绿叶 还有这个 每个都知道的 冰糖 它有点甜 因为我本身不要吃太甜 所以我放一片 冰糖有几种 小小粒的和大大粒 但是这个大粒的会比较香 然后大家来看 我就把它放在这个 有锅有水里面的 然后把烧水烫 8分满 盖住 如果是说 一个钟之后 你们不要马上 火关了就把它打开来 这个会把它的营养通通飞掉 我们要把它冷却15分钟之后 然后才把锅盖打开 要吃才可以吃 不可以马上吃 记得 大家记得 这一点很重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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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